结果做完之后给各位看一下 反正就资料剖析把刚刚的动作录下来 按下去 不过还是会有这个东西 按确定就可以 清除的话就清除它 基本上录完之后里面的程式不多 你会发现就是 第一个动作游标先选取 第二个的话就是把那个做资料剖析 剖析完就两行程 其实就两行程两部分程式 那其实这个是同一行 只是说他用那个什么 后面有一个什么 空白加底线让他串在一起 那如果你要把它串全部变一行的话 也可以把那个底线拿掉 把它移上去 这样就同一行了 它实际上为什么会变两行 就是因为它多了一个底线在这边 它可以这个底线主要是把 上面一行跟下面一行串在一起的关键 这个 一定要前面有个空白加一个底线 好那另外清除的话 其实就三行 不过其实就是选取嘛 所以这一行跟这一行一样 选取是剖析的 这个是要清除的 C2到 1 C2 C2到这 C2到18 然后呢 关键就是clear contents 大概就这样 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 要把这个重新再来过好了 全部删掉吗 这样 这要重来 好了没关系 好把它删掉了 OK 好 那我们再来做一次 假如说我们没有了 现在点下去一定没有 因为它找不到 OK 那如果说我要录制的话 第一个录制剧期 应该没问题吧 那就有点像那个你录影一样 再来就要把资料剖析的名称打上去 它一定会产生一个slab叫资料剖析 那你按确定之后就动作就要慢慢来了 而且要做对 因为你录的动作 你做了任何动作都会录制下去 所以1 按确定之后 确定之后 1 游标放在B2 但你可以这样 B2一直选 选到B8 第一步 第二步的话呢 就是切到资料里面的资料剖析 OK 第二步嘛 第三步的话呢 请你选什么 固定 然后下一步嘛 刚刚有做过 然后再把这个点 点 把它点准 不要点歪了 点歪了没关系 等一下再把移过来就好了 OK 这个做错没有关系 可以移动 OK 好 下一步 然后 这些不要的 不要用选取的 不要 不要的 然后 这个地方的话就是 告诉他说 那你要把PO的东西放哪里 开始 左上角那个位 所以C2 点一下 OK 这样的话按完成 就录制成功了 所以你按完成 他一样会跳这个按确定 那你录完之后资料也过来 这个时候请特别注意 请你切回到哪里呢 开发人员 要做什么 要做什么 停止录制 对 就这个 有东西 做完了 然后就让他一直在那边 还做完蛋了 因为你等于失败 最后一个动作 停止录制就OK了 好 应该没问题吧 第一个 那清除的话呢 一样嘛 就是你就把这个名称 我拖揽 这个 这个名称 应该会了吧 那再来的话 就录制聚齐 然后一样 名称就是 我把它输入 清楚 按确定 那确定之后的话呢 我一样把这个范围 选起来 然后按Delete 好了 这样就可以了 按停止就好 停止录制 OK 然后呢 就把这两个按钮 做出来 按钮应该会吧 然后就可以直接的 按右键去指定它 资料剖析 按右键去指定它 清除 然后按资料剖析 清楚 有没有 这样就OK了 还蛮顺的 只是说 会有两个问题 可能要注意 第一个 这个怎么办 想说这个可不可以 不要出现 很麻烦 它每次一直跳 有没有办法把它关掉 对 其实是可以的 第一个问题 如果把它关掉 就按下去 不要跳这个了 怎么样让它关掉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如果我今天的假如 又多了两笔资料 比如说我选这两笔 向下填满好了 假设填满 它又会变成什么 跟 有没有 新人 有没有 自动都出现了 那如果你现在清除 糟糕 清掉 清不掉 剖析 假设你这边 手动清 然后剖析 剖析到这里 难不成你 让它自己再拉一下 所以不对 怎么办呢 有没有办法 让它如果增加资料 或减少资料的状态 它会自己找到 最下面的那一列 好像前面我们有写过 自动追踪 最下面列 的那个讯息 你只要抓到 放到程式里面来 就OK了 所以会有两个问题要改 第一个这个我们把它清掉 第二个向下追踪 待会来看 那请各位试着把录制聚集 做成两个按钮先完成 画面先还给各位 这话呢 我刚刚有提到 那个清除 OK那但是这地方会多一个这个东西 把它关掉 那其实关的方式 第一个你可能就要知道说 城市里面该改什么地方 其实如果说你今天希望 那你这个地域 跳出这个东西 当然不是那么影响 可是如果说你希望 它能够更好 你就会想说 怎么样把程式做一些修改 可以把它关掉 那其实关掉主要第一个 一定要切到video basic OK 那录制好的东西 它会帮我放在哪里呢 放在模组里面 把它放在module 2 不过我本来是module 1 它只要侦测到有一个 它就会另外就开一个 所以录制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录在这里 那里面的话当然 你也可以怎么样 自己再把它加一些注解 注解的话 比如说单一号开头就注解 第一步就怎么样 选取b2到b8 有没有 所以其实它是用range物件 帮你产生 那其实就是帮你写 第二步的话呢 实际上就怎么样 第二步 就是做什么呢 资料剖析 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它资料剖析 就是利用一个方法 叫test to columns test就文字 to就转换 column就是蓝 意思就是说 文字转换成蓝 那后面的话 会有相关的参数 你会发现 这个是第一个参数 后面加一个逗点 意思是说 destination就是 把最后的结果 放在哪里呢 c2 所以未来呢 如果你不想重写 你也可以拿这个 来说修改 那第二个参数是什么 有没有 这是destination 冒号等于 冒号等于 前面就是一个 一个参数的名称 你将来切完之后 放哪里 第二个的话 datatype 这个datatype 意思是说 你的资料的形态是什么 它这边跟你讲说 fixed 是固定的宽度 意思就是固定蓝宽 我们用选的 那其他的话 还有什么呢 field 这个info 就是这个蓝的讯息 那基本上就是一个 阵列 那这个阵列里面 其实它有 两个 两个讯息 一个讯息 前面是哪一个字开始 不过它字好像是 从第零个字开始 意思是说 第一个字的前面 那个位置 那九的话呢 是不贿入词栏 一的话是贿入词栏 所以它就切割 切割到第四个之后 应该是第四个 应该是第五个字的时候 把它显示出来 然后 以此类推 其他的话呢 就利用这样的方式 所以如果说你要细部去了解城市 我是建议你可以在什么 这边加注解 注解的名称 那请各位可以参考 那个名端上面 我好像有放那个 这个 这个相关差 就类似像这样 选举范围 然后呢 资料剖析 也许 类似像这样 把这个 把它加上去 假设这样 我把那个 然后这边 先不要 向他追踪 好 类似像这样 你就打一个字 这个字的讯息呢 不见得一定要打什么 跟我一样的 因为这个是写给你自己看 怕你将来 如果说你有时候 一段时间忘了 里面写什么 或者录什么的话 那可以回头再参考 如果有 有那个注解 会比较清楚 那再来的话呢 接下来就是说 我们 假如 我刚刚讲的那个问题 就是按下它之后 会跳这个讯息 怎么样把它关掉 那关掉的方法 特别注意 因为呢 管理那个 跳出来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 在Essal里面 叫Alone Alone 那Alone的话呢 由谁管的 它是由Essal管的 那Essal呢 在那个VBA里面 它有一个名称 叫Application 它的物件名称 就是Application OK 所以在VBA里面 如果你要呼叫 那个Essal 来做一些事情的话 你可能要先打一个 物件名称 叫Application Application里面 点下去 那它要不要显示 那个Alone 其实有一个属性 叫Displace 所以你打一个DIS Displace之后的话 这边会出现 有一个 一只手拿着资料 实际上就是里面的 相关的设定 就是Essal里面的 相关设定 这个叫 其实应该 一般 程式的翻译 一般的那个翻译 叫属性 不过你也可以 把它当成什么 就是它的资料 一些相关的设定 就是说呢 这个Displace 要不要显示Alone 就是刚刚那个东西 你后面可以加个 等于什么 等于之后的话 它会出现 开关 开的话是True 关的话是Force 那如果我要把它关掉 很简单嘛 你就把它Force掉就好了 所以那个Displace 有点像是 针对Essal里面的 相关的设定 去做变更 就像那个控制台里面的 那个控制台里面 不是一堆设定嘛 那其实它道理 有点像这样 只是说差别是什么 你控制台有 可以给你设定的地方 那VBA里面是 你要自己手动去控制 然后再来特别注意 如果你这个边 把它关掉之后 那最后一行 记得要把它怎么样 再把它打开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把它关闭之后 以后的设定 就是会关闭 所以它这个Alone 如果你把它关掉 那以后可能需要 显示那个Alone 的地方 其他地方呢 就被你关掉 那关掉以后 其他地方就不显示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 在开头第一行 先怎么样 先把它关掉 就是不要产生它 记得在最后一行 记得再把它打开 为什么要打开 因为如果打开 将来那个Alone 都不会出现了 那你只是做 这一行的设定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改完之后 刚刚那个 就一直会跳 那现在会不会跳呢 把它清除 按下它 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呢 它就不出现了 那不出现的好处 你会发现就不会那边 一直跳那个东西 如果你将来 这个功能做完之后 给别人使用 别人也不会说 奇怪为什么一直跳那个东西 然后你跟他讲说 没关系 按确定就好了 他就会觉得 这个东西好像 有点怪怪的 OK 那第一个是这个 就是说把它关掉 application.displace alone 把它false就可以了 那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的范围 本来在第八列 但是问题 现在我又增加两列 那它不会向下追踪 怎么办 所以第二个问题 其实好像前面有讲过 关键就是在什么 我们在选的时候 这边有个8 那这个8的数字 如果你把它写固定 它以后永远是8 那它如果变10 很抱歉 它还是到8 所以有没有什么方式呢 可以让它向下自动追踪到10的位置 我好像记得 我们前面有写过 有印象吗 有吗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可以在这个上面 再加一行好了 假设我今天多一个变数叫r r的用途就是说 我要去追踪 这个向下的列 回来给我 那我可以把那个游标 还记得吧 这个可能要稍微记一下 range 那个a 从a2好了 a2这个储存格 点 它有一个end end 就是ctrl向下 这个我想前面有讲过 然后钱瓜糊之后的话 它会出现 你要向哪个方向去追踪 那我要向下 它会有个xl档 那向下追踪之后呢 请问一下 你要取得什么资料 那我要取得列的资料 所以你再点一下 点ro就可以了 就是向下追踪之后 取得的列 那返还给我 到哪里呢 到这个r 所以将来呢 如果以这个程式来看 它现在第10 所以它从这边向下追踪之后 它会到第10 它会把10这个讯息 丢回来到r 所以将来呢 执行这一行之后呢 这个r里面呢 就放10了 那如果将来又变多了 它这个r的数字又会变更 就是说这个会随着 出生格多跟少而改变 所以这一行蛮重要的 向下追踪 那追踪完之后的话 我们再把这个8 改成r 那你不能说直接把它改成8r这样 不对 有没有 因为这个变数 它是一个变数 它不是自串 所以你必须怎么样 把这个8先删掉 然后呢 把那个r这样 串在后面 串的方法就空格 end 一个r就可以了 ok 这样应该可以看得懂吧 那之前的i是放中间 所以放中间就变成 前面要串 后面要串 那因为r是放最后一个位置 所以后面 你就不用像 像之前我们的做法 如果用那个i的话 好像记得是 你们还记得吧 我们把它删掉 然后把它怎么样 双引号双引号移到中间 end 再移到中间 放个r 然后空白 其实这样也可以 只是说后面 它变成串一个什么 串一个没有东西 串一个没有东西 那不是很多余吗 这个可能 因为之前蛮多同学问 说老师你之前不是教i是那个方法 怎么现在又换了一个r 那r为什么这旁边没有东西 因为后面就是一个空的 没有东西的 就像说一台火车 火车后面连接 中间有个连接器 最后一个没有 就已经没有了 跟人家连 你干嘛放一个连接器在那边 不是一个很多余吗 OK 它没有东西了 OK 所以这个地方不用 所以这个地方就end r 那一样的方法清除 如果说清除也是一样 清除这边有8 对不对 那一样 你可以把这个8 改成r 所以这边做法一样的地方 就是把这个 这一行 一样要先追踪 然后再把这边的8 改成r 就可以 空一个end 再空一个r就可以了 那这样做完之后呢 我们就大功告成了 那你就可以怎么办 把这个做完的结果试试看 移到这边 一样做按钮我们前面讲过了 清除 资料剖析 它会移到下面 然后也不会跳出那个讯息 清除的话 也会清到最下面 那如果说我再多两个 然后呢 再增加会 还可以 所以不管说你多跟少 或者是删除两个 那这样应该就没有问题 来资料剖析 你会发现 这里面 我们又延伸出 两个最重要的观念 第一个 就是具体里面呢 如果要关掉那个run的话 就是这一行 第二个呢 向下追踪 就是这一行 其实两行 有点像那个什么 画龙点睛的味道 就录制聚集之后的话 如果你不会修改这些程式 恐怕就没有办法 变出你要的那个效果出来 最后记得就是把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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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的档储存一下 那储存它会跳出这个 是否储存呢 是或否 特别重要不要按试 试的话就完蛋了 试就是把你刚刚写的VBA 全部删掉了 所以一定要按否 OK 那否的话呢 记得浏览一下 放到一样的位置好了 假设我是放到范例档里面 记得把它改成 启用聚集活跃部 这个要注意 因为之前好像有讲过 只是说怕同学忘记 然后存 错档之后 缴交的作业就没有分数了 因为你等于没有做 如果你存错档 它那个聚集全部删掉了 那你等于就 看不到你的程式了 所以储存的时候 OK 这样就完成 特别是你假如交的时候 记得 你要交的 交的那个档 记得是哪一个呢 记得不要交错 记得是要交那个 那个哪一个呢 就是这一个 新的这个 你不要 像之前有同学 交错档案给我 他好像交 原来这一个 这个是不对的 副档名是XLS X这个是原来的 M才是新的 M指的是Marco 就是VBA OK 所以这要注意一下 然后图4 这边有个惊叹号 要有惊叹号的 你千万不要选错 我都有讲 你如果交错 那是你的问题 我发现我常常有讲 有些同学就是没有听到 就是那个讯息传递 好像都会有落差 OK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今天的话就是 先把这一题先完成 那大概就是 还是熟悉VBA 所以将来期末考试的话 我们就是抓这些题目来考你 比如说我们可能交了10题 那我可能会从这10题里面 抽个两题来考试这样子 就是给你一个空白的档案 请你把它完成 另外考试的时候 特别注意就是 你也不要想说要看别人的 因为前后左右 我出的题目都不一样 所以你可能也不要有 心存侥幸的心态 那就是把程式练手 其实我觉得这个应该 对各位一定非常有帮助 未来如果你 有在职场上会写程式 跟不会写程式 其实你的 你的不论是薪资待遇 或者未来的升迁 我想应该都会有不一样 所以这部分的话 还是请各位 就是把它当成是一个 比较 就是把它当一回事 把它学好了 除此之外 以后做那个像 文学上的研究 我觉得如果你要 处理大量资料的话 这个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你资料至少可以先放 Esser里面 再做后续的处理